农历大年初二也是传统回娘家的日子 马公市崇光社区在社区大庙前搭棚搬斗 大摆宴席举办崇光女儿餐序活动 一方面让善居各地的崇光乡亲齐聚一堂 彼此了解生活动态以及境况 同时也让第三代更加熟悉家乡文化 进而产生向心力 现场亲人参与热闹非凡喜气洋洋的场面 也成为了另类两家宴 阿嬷看处逼看好朋友 这是很好的活动 大家组织在这里 所以我特别来这里给大家拜年 给大家庆安 这是我们民甘社区大家发起的 这以前有的班几岁年了 所以说这是很好的活动 就在这里 就在这地方 给大家拜新年快乐 万事累 学家平安 身体健康 平和大进步 户籍人口数1800多人的崇光里 有八成的李明都参加了娘家宴 主办的里长陈天成 还准备了奖品摸彩 并穿插有歌舞表演节目 与卡拉OK 非常的热闹 这项女儿回娘家活动 由社区后招李明登记参加 费用李明共同负担 但饮料、水、酒 都是社区委员会负责 加上还穿插抽奖 卡拉OK等余性的节目 因此参与的民众越来越多 不管是否有女儿、女婿要回娘家 或者是宴请亲友 或多或少都会订几桌 今年增加到184桌 1500多人齐聚一堂 共享美食以及浓厚的家乡人情味 成为了始祖另类的娘家宴 记者陈荣誉报道